国外小哥为了感受家的温暖 自己用一把小铲子 给自己打造一个温馨小家 他先是在墙上画上要凿的位置 就开始对着墙上一顿输出 害怕弄坏墙体 只能小心翼翼地弄出形状 来装置他的房间门口 弄出来不要的泥土 要用手弄干净 觉得墙面单调 小哥拿着小铲子 就开始进行雕刻 接着他来到野外 铲出了个没人住的蚂蚁窝 徒手扛了回来扔在地上 忙活了一上午 小哥饥渴难耐 拿出了珍藏已久的西瓜 用刚刚铲土的刀破开 紧紧有味地吃了起来 终于能缓解一下口渴的喉咙 也能填饱一天没吃饭的肚子 看他狼吞虎咽的样子 就知道他把这个西瓜当作宝贝 一点都不敢浪费 为了不耽误工期 他吃饱就开始干活 把刚刚收集到的蚂蚁窝放在了一起 用他的家伙式把它敲个稀巴烂 果然吃饱了就十分有力气 锤得邦邦响 敲成粉末厚 加上一点水活均匀 整齐的排列在地面上来当猪床 为了出入方便 还要在出口处放上一个梯子 并且要用粗状藤条绑稳固 才能承受得住他200斤的体重 他试了试 下面还得钉上两条棍子 这样才安全 他找来了水泥的替代品 不知道要糊在哪里呢